这个悬崖的峭壁上居然有个流水道 也不知道是谁建造的 小海绵和派狗两人就这样顺着尿道滑了下来 怎料这里却别有一番洞天 甚至还有外卖机 原本这天是小海绵的家庭旅游 可派大狗非要跟着一起去 上来就说要玩躲猫猫 下一秒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直接呼玻璃上了 连把没了事也瞬间废了 当场翻车 但船车好像打算放飞自我 直接冲进了超市里 一顿磕磕碰碰的还坐上了电梯 这可得好好体验一回 此时派狗还贴在上面呢 接着船车又飞到了赛车场 既然来都来了 不比一下就有点不礼貌了吧 于是直接开始了骚操作 上蹦下跳的反复横跳 没想到还冲到了最前面拿了的第一 笔气包已经无法满足他了 索性冲出海面直上营销 打算与银河系接轨 还温馨地把一头奶牛撞成了月牛 最后虽然安全回到了笔气包 但小破车也彻底报废了 看来只能推到修理站了 这里得好好表扬一下派狗 看得出来就数他最卖力 维修工表示得修好长时间 这时小海绵和派狗发现了一个游乐场 不过就是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下次记得给下面的嘴带个餐巾布 吃的满裤当都是属实有点不雅观了 最主要的是这东西太黏了 玩个溜滑梯直接粘上面了 随后派狗看小海绵的当鞦韆不错 也要上去凑个热闹 你什么都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直接把人家棍子给干舌了 自己也被弹飞了出去 紧接着就滚下了悬崖 小海绵见状立马决定嫁狗随狗也跳了下去 没想到在这峭壁上居然有个流水道 就这样两人顺着尿道滑了下来 抬头一看着他喵是哪呀 深入之后感觉越来越奇妙了 紧接着周围传来一阵低吼声 肯定是个大怪物 两人被吓得撒腿就跑 怎料又跑到了悬崖边 派狗表示电视上跳悬崖的都能大难不死 真他喵1YDS啊 这家伙真不愧是智障界的泰斗人物 好在是两人运气不错安全着陆 他们决定几个掌庆祝一下 怎料这时派狗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大扑轮蛾子 吓得两人把毕生所学的逃跑技能全用上了 能不能抓住绳子全凭缘分 最后跑到石头后面才躲过了一截 这废话文学简直跟放屁一样 往前一看 这里居然有一个店铺 里面全是精美小礼品 小海绵立马感觉到了不对劲 认为这就是在骗他们花钱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于是赶忙推着派狗离开 然而自己还是没能经受住诱惑 最后小海绵哭着买了两大包东西 但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离开这里 两人吹着笛子指引道路 没想到还真走出来了 不过就是吹得太忘情了 老爸老妈打招呼愣是没听见 最后又他喵走进了森林里 关键是还把刚才的铺龙蛾子给引过来了